大家好,我是寻味世界。 今天自制古代的洗发水。 天然养发配方。 养发又护发,用久了,白发也变得乌黑浓密。 茶子榨油后的茶子饼。 茶子饼含有茶造素洗头最好。 制作古人洗发水的材料纯天然可免费得到。 几乎零成本,大作用。 茶子饼刨出来的粉粒100克。 新鲜侧柏叶100克。 用纱布装好。 装入茶子饼混合后。 装入100克晒干的橘子皮。 准备淘米水。 用淘米水沉淀的米浆。 把沉淀好的桃米清水倒出。 只使用浓稠糊状的米浆。 锅中倒入桃米水浓浆2-3升。 放入茶子、测柏叶、橘子皮的料包。 用汤勺把料包压入米浆中。 让料包充分浸泡在米浆里泡出味道。 浸泡好,开大火烧开。 转成小火慢慢熬。 边熬边搅拌均匀,避免粘锅烧焦糊。 熬煮30分钟左右,直到浓稠。 熬煮30分钟左右,直到浓稠。 熬煮30分钟后,自然放凉。 舀入瓶子,让洗发水自然发酵。 洗头发的时候,每次用半瓶150毫升。 洗头后,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。